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七百四十八集 小春大怒 深夜 由明月当空 使得夜色下的奎黄城看起来并非模糊 尤其是配合不少建筑内的灯火 虽不如白天那么明亮 可对于修士而言已经是很清晰了 在这奎黄城内的数百道身影 直奔白小春这里陆续而来时 此刻的白小春铺子的大门已经关了 他正在内屋与白号的魂一起炼制十七色火 这十七色火 白小春已经解决了所有问题 之前有过几次世界 虽都失败 可如今已经是有了足够的把握 这里面 当日十八色的李彦智 融火镜的体会感悟都给了白小春很大的触动与启发 再就是与孙伊凡以及司马涛的交流探讨 使得他对于十七色火的琢磨更为透彻 进度推动不少 最重要的还是白号魂的相助 师徒二人每次遇到困难都会相互商量 如今已经彻底解决一切问题 在这李彦智中 白号的魂更是目不转睛 一旦看到李彦智出现偏差 他都会立刻提醒 虽到了如今这样的程度 白小春这里已经不会出现偏差了 可白号的魂还是认真无比 他看着自己这师尊 全神贯注的炼火 那执着的表情 严肃的面孔 都让白号魂心中生起感叹 师尊虽平时看起来不靠谱 可在这炼火上的认真 是很多人所不及的 尤其是他的把握与操控更是极稳 那种不研究透彻 绝不炼火的观念 还有解决每一个问题的执念 都是他有如此成就的原因 白号的魂默默地望着白小春 心底难难 他知道自己的帮助有作用 可他相信若是换了其他人 自己再怎么帮助 怕是也很难达到师尊这样的成就与高度 师尊 我一定帮你达到天品炼火师 白号的魂目中露出坚定 至于他自己的修行 他已经不去考虑了 实在是这个天底间 他不知道有几个鬼修 可在认知中似乎他是第一个 也只有他一个 所以鬼修的功法根本就是没有的 这一点白小春也着急 来到这奎黄城后 也在暗中寻找 可惜却一无所惑 不过 白小春似乎有了其他的方向 安慰白号的魂 让他不要心急 他必定能给自己这徒儿 找来一套鬼修之法 想起师尊 曾对自己说过的这些话 白号很放心 他知道 自己这师尊虽有些不靠谱 可答应自己的 必定会去做到 想到这里 他赶紧的收敛心神 继续关注师尊的炼火 而此刻 白小春的十七色火力炎制 也到了关键时刻 那火海被他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大量的冤魂被吞噬 他小心操控 一点点的推动 随着时间流逝 渐渐的 那十六色火海内 隐隐的似要出现 第十七色 就要成了 白小春喜不自尽 正要继续凝聚心神去操控 可就在这时 突然的 他的铺子外 传来一声惊天忽明 大地都震动起来 更有带着杀鸡的怒吼 随之回答 白鹤 受死 随着声音而来的 是十多道身影 从外面直接轰开铺子大门 踏破屋顶 冲啥而来 白小春内心一惊 他如今正是炼十七色火的关键时刻 被外面的震动惊扰不出 那十多道身影的杀鸡 更是让他这里 心神震动 一时有些茫然 而他四周的内团 即将出现十七色的火海 在这一瞬 也因白小春的心绪波动 立刻不稳 白小春控制不住 面色变化的刹那 他所在的内屋 也被人直接轰开 该死 白小春面色大变 来不及思索太多 火海瞬间失控 轰鸣中 向着四周猛烈的爆发开来 危机关头 白小春只来得及一把抓住白浩的魂 取出龟纹锅 直接扣在身上 几乎在他将龟纹锅扣在身上的瞬间 那十六色与十七色火混杂的火海 轰隆隆的滔天而起 向着四周疯狂的扩散开来 那十多个天骄身影 刚一踏入内屋 还没等看清 就立刻热浪扑灭 一个个悍然中 急速后退 可还是晚了 瞬间就被这十七色的火海 直接淹没 七里的惨叫 刹那传出时 这十多道身影成为了火人 急速倒退 其中有那么三人 他们闪躲不及 没取出防护之物 而这火海又极其惊人 居然 在这火海中 在那凄厉的惨叫中 肉身瞬间成为飞灰 甚至就连灵魂也都在这一刻 紧接着被那火焰刹那焚烧的干干净净 死人了 这一幕让那些倒退的魂羞 一个个心神狂震 灭色巨变时 那火海狂暴 直接覆盖整个铺子 无论是内屋 还是院子 又或者是铺面本身 都在这一树 直接成为了焦土 甚至 这四周的铺子 也都被波及 火光顿时透天 引起四周哗然的同时 远处数十道身影 也从四周来临 亲眼看到这一幕后 他们也都吸了口气 没想到 有这种突发变故 但如今已经到来 只有一条路可走 一起出手 小狼神在这群人内 他原本不打算最先到来 就算是到了 也打算在后面出手 可眼下只能咬牙 发出低吼 就在这时 一声更为暴怒 让人闻之心颤的怒吼 从那火焰内 惊天动地的爆发出来 白小春 掀开龟纹锅后 他看着凝聚自己心血的铺子 看着这自己与徒儿费尽心思 化解一次次事情后 越发红火的铺子 如今成为了焦土废墟 他的怒意已经控制不住了 他的双眼瞬间冲斜 他整个人的怒火 疼然而起 这里是他的家 这段日子 这里让他在蛮荒一时 有了归属感 可眼下一切都没了 被一群暴徒冲进来 毁灭了所有 这一切 让白小春这里已经开始发狂了 欺人太甚 欺人太甚 白小春愤怒气急的浑身哆嗦 他立刻就将也都愤怒的白好魂收起保护好 随后眼中带着血盲 努力克制自己后 他的神势内 察觉到四周的敌人足有数十之多 甚至更远处 还有数百道身影正急速而来 这一切让白小春立刻明悟 今日之事必定是一个对自己的杀局 尤其是他看到外面那些出手之人的样子后 他就立刻更确定了这一点 所以压下怒意 没有立刻出手 而是取出传音御解 直接向着巨鬼王传音 巨鬼王那里 在得知这一切后也是一惊 但他一向霸道 略移沉吟后 就直接对白小春回复 白后 你是我巨鬼王的女婿 岂能受欺负 给我打 有老夫在 什么都别怕 只要人不死就可以 我这就先让墨儿去助你 我立刻去给大天使传音沟通 这事老夫必定为你做主 听到巨鬼王的回答后 白小春胆气大壮 猛的抬头 他的怒意 此刻再也压制不住了 轰然爆发 身体一晃 直接冲出火海 骑上我家门 回我店铺 这是你们逼我的 白小春的声音如天雷 在这四处轰隆隆炸开时 他的身影已如闪电般 刹那出现在一个杀来的 原鹰魂羞身前 这原鹰魂羞正是小狼神 他只觉得眼前一画 当看清了白小春后 灭色狂变 白后 你听我解释 我 这小狼神内心颤抖 正要后退 可白小春带着怒意的一拳 直接就轰杀过来 生机又多了 是不是 又来找虐 是不是 给我下去 躺着 白小春一拳落下 巨响惊天动地 任凭小狼神如何挣扎 甚至变身去反抗 可还是改变不了 当初炼魂湖内的结果 全身狂震 鲜血喷出 发出凄厉的残叫后 被白小春直接一拳 从半空中打下 撞在了地面上 四元鹰都要被阵出窍 直接昏死过去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